他是东非马赛马拉公认现存最大的熊狮之一 更是这里的明星狮王 众多游客为了他不远千里而来 由于父亲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六勇士熊狮 导致他的幼年经历十分艰险 八个兄弟姐妹也死得死散的散 流浪初期被成年熊狮追杀 流浪后兄弟失踪 上位后盟友失踪 他的领帝还不间断地遭受其他熊狮的入侵 且多次被多头熊狮打成重伤 但他只能孤军奋战守护狮群 直到今天他依然坚挺 他就是马沙帅宝 看完你肯定会被圈粉 2017年9月 年轻的六勇士熊狮统治了马沙狮群 那个时候六勇士熊狮喜欢四处走动到处跑 他们不愿意定居在某个狮群 由此还有人称他们流浪者联盟 尽管他们接管了马沙狮群 但待在狮群的时间还是比较少的 所以直到一年后 2018年11月开始 马沙狮群才繁衍出后代 这批后代共九只幼崽 我们今天的主角帅宝就在其中 但由于没有熊狮的守护 九只幼崽其中三只被水牛踩死 一直在2019年3月被流浪熊狮长脸杀死 所以他们出生的第一年中 九只幼崽只活下来了五只 帅宝则幸运地活了下来 2020年8月 此时的帅宝刚刚一岁半 熊市伴伟和乐高开始在马沙狮群周围徘徊 试图找机会入侵马沙狮群 伴伟和乐高并没有血缘关系 他俩是中途结盟 乐高出生2015年3月 跟六勇士一样 是罗帕欧巴的儿子 也就是说乐高是帅宝的亲叔叔 如果此时伴伟和乐高对马沙狮群发起入侵 不到两岁的帅宝将会非常危险 因为他还不能独立生活 恰巧这个时候 马沙狮群的三只亚成年雄狮中失踪了一只 疑似是捕猎受伤导致的死亡 至此九只幼崽中只剩下了四只 此时的马沙狮群有两只亚成年雌狮 两只亚成年雄狮和四只成年母狮组成 两只亚成年雄狮中包括了帅宝和他唯一的一个兄弟 大概一个月后伴伟和乐高带伤返回了马拉三角洲 有可能是帅宝的父亲六勇士雄狮将他们驱逐了 马沙狮群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时间 但很快六勇士雄狮便又离开了马沙狮群 2020年底 也就是大概三个月后 伴伟和乐高又返回了马沙狮群 由于六勇士雄狮很少回到马沙狮群 于是狮群中的词尸接纳了伴伟和乐高 很快他俩就将两岁多的帅宝和仅存的兄弟赶出了狮群 于是帅宝和他的兄弟被迫开始了流浪生活 但伴伟乐高不会轻易放过他们 之后对他们展开了多次追杀 幸好兄弟俩跑得快 帅宝兄弟俩摆脱伴伟和乐高后 大概到了2022年7月 帅宝已经流浪了一年多的时间了 在一次被目击的时候 帅宝已经是孤独一失了 他的兄弟在马拉三角洲失踪了 大概一个多月后 帅宝碰到了一头同样流浪的熊狮 这头流浪熊狮是三头卡奇瓦熊狮 在沙河狮群的儿子 卡奇瓦熊狮和六勇士熊狮 是同母异父的关系 所以这头流浪熊狮也算是帅宝的堂弟了 堂弟流浪初期本是三兄弟 之后折死了两只 只剩下了他自己 他就是一个射牛 见到年龄相仿的熊狮 都会有好的打招 他之前和法老男孩结盟 之后法老男孩失踪了 期间他还和莫拉尼 以及黑岩二胎一起吃过饭 但没结成盟友 如今他和帅宝都是独师 结盟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无论是流浪时期 还是拥有狮群后 他们都可以互相依靠 自此帅宝的流浪生活不再孤单了 他们顺利结成了盟友 人们还为这头流浪熊师起了新名字 绸宝 2022年9月 帅宝和绸宝被目击到 当时就有两只磁尸陪伴他们 也算有女朋友了 此时的帅宝三岁多 综毛看上去还很少 但同车对比他的尖高 已经超过一米了 已经比同龄熊师大了很多了 2022年10月 保护区工作人员发现 帅宝受了重伤 于是对帅宝展开救助 受伤原因没有说明 不知道是捕猎兽的伤 还是被其他熊师打的 刚结盟的绸宝没有抛弃他 开始悉心照顾帅宝 尽管如此 接下来的几个月 帅宝开始严重掉毛 都快变成秃子了 直到半年后 帅宝的综毛才开始渐渐恢复 就这样 兄弟俩算是混了一年 到了2023年11月 帅宝独自跑到了 三头卡斯卡斯熊师的领地上 被目击时 帅宝已经受伤 大概率是他一一敌三 被三头卡斯卡斯熊师打的 帅宝受伤后 他再次得到了保护区救助 他的后背 肚子 大腿 伤口分散多处 特别是右后腿 估计是长时间被四咬造成的 要不是体型大抗揍 再加上对方没有下杀心 不然估计就交代了 救助之后便和绸宝会合了 这是帅宝第二次受伤了 受伤期间根本无法补猎 绸宝每次都将帅宝照顾得好好的 帅宝也恢复得也很好 2023年12月 帅宝和绸宝终于有加了 确定他们接管了 Survey师群 好多人都说 他们接管了萨拉师群 其实这个师群 与萨拉师群没有任何关系 萨拉师群 从来没有被帅宝 绸宝统治过 Survey师群 不在萨拉地区 而是在Survey地区 平时国外一直叫Sellus师群 导致很多人都以为是萨拉师群 真正的萨拉师群 在坦桑尼亚的塞伦盖地国家公园 Survey师群 是Lulamish师群分裂出来的小队 由三头刺尸组成 他们占领Survey师群后 便开始繁衍后代 帅宝受伤后 状态恢复得也很好 越来越有师王的风发 到了2024年2月 帅宝再次受伤 身体上多了一个大洞 疑似是被人类的长毛刺伤 幸亏没有伤到要害 是几天后 还没等帅宝伤好 三头卡斯卡兹雄狮 闯进了他们的领地 他们曾经打伤过帅宝 可能由于尸群中已经有了幼崽 激发了他们的保护欲 这次帅宝和仇宝 终于硬起起来了 他们齐力驱逐了 三头卡斯卡兹雄狮 此时帅宝的松毛 渐渐长出来了 体型更是恐怖如斯 2024年3月 也就是一个月后 发现尸群中只剩下了帅宝 筹宝不知所踪 雄狮消失几天 甚至几个星期 都是正常的 有可能是巡逻领地 也有可能是探索新领地 在东非雄狮消失6个月 会认定死亡 但在后续的半年中 始终没见到筹宝回来 没人知道他发生了什么 如今又只剩下了帅宝一个 在东非独狮王 想守住狮群 是非常艰难的 如今帅宝所处的位置四面楚歌 很多人想让他再结盟一个盟友 但狮群中已经有他的幼崽了 而且还太小了 跟其他熊狮结盟的话 幼崽将会很危险 除非遇到脾气好的熊狮 2024年6月30日 四头索帕男孩其中的两头 来到了帅宝领地附近 帅宝发现后迅速给出了反应 并靠着自己庞大的体型 独自驱逐了他们 这四头索帕男孩 目前还处于流浪状态 如果他们齐力入侵 帅宝根本毫无胜算 四天后 再一次目击帅宝追逐其他熊狮 大概率还是索帕男孩 2024年8月2日 四头天堂男孩中的两头 走进了帅宝的领地 随后发生驱逐战 这次帅宝被驱逐了 帅宝还是很聪明的 不与他们硬刚 真硬刚的话 肯定落不到好处 帅宝甩掉他们后 便返回了狮群 还没等帅宝喘口气 两日后 帅宝领地又来了 两头陌生熊狮 他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了 由于长时间 与其他熊狮对抗 压力较大 帅宝看上去瘦了许多 2024年8月底 帅宝在自己领地 约会母狮的时候 三头卡斯卡斯熊狮突然出现 并对帅宝展开了 三四个小时的驱逐 那头母狮也差点被追杀 之后这三头熊狮 在帅宝的领地上 开始睡觉 帅宝作为毒师太难了 到了第二天 帅宝可能担心失群 他又返回来了 刚回来便发现了其中两头 帅宝没有离开 依旧慢慢靠近 但第三头熊狮很快就赶到了 他们又将帅宝驱赶走了领地 不知道为什么 没几天 三头卡斯卡斯熊狮便离开了这里 2024年9月 两头母哥罗男孩又迈进了帅宝的领地 此时的帅宝显得很忧郁了 熊狮们接连不断地闯进他的领地 作为毒师的帅宝也想守住狮群 但他无能为力 很快帅宝就遭遇了他们 双方只发生了小规模冲突 没有恶战 很多陌生熊狮都是有过摩擦之后才结的 虽然这两头熊狮已经上了年纪 是被其他熊狮赶下了台彩流浪到帅宝的领地的 但是人们还都希望他们能够结盟 多一个照应总是没有坏处的 摩擦过后 帅宝和他们之间的气氛也缓和了一些 三头熊狮躺在了一块 但没多久 他们便离开了 没有结成盟友 2024年10月底 也就是前几天 三头黑岩男孩闯进了帅宝的领地 他们主要活动的地方 距离帅宝还是很近的 被目击时 双方已经发生过争斗 虽然视频中四头熊狮都躺着 但是只要帅宝起身 黑岩男孩就会起来 不让他离开 不过黑岩男孩的杀心不是很重 后面黑岩自己离开了 随后保护区工作人员驾车将黑岩男孩 驱离了帅宝的领地 并叫来了兽医 之后保护区乘是轻伤 并无大碍 但是四头岛山熊狮也在帅宝的领地上 帅宝的速敌三头卡斯卡兹更高调 所以帅宝现在处境非常危险 但人为干预这件事 引发了人们的热议 2024年10月31日 早上帅宝被目击到 与三个魔力班男孩一起吃斑马 他们是基尼纳提和可可男孩的儿子 现在处于流浪状态 希望之后他们能结盟吧